现在我们去给大家讲解一个项目案例 叫做人机对战的小游戏 名字叫做石头剪刀布 这个小游戏咱们在小的时候都玩过 对吧 三个同学两个同学在那里 石头剪刀布 谁输了台前道发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将采用的是一个人和电脑对战玩耍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人物的角色 人物的角色有两个 一个是玩家 一个是电脑角色 因为人机对战 人机对战肯定你和电脑玩 那然后呢 石头剪刀布就是咱们所要出的权 咱们在计算机当中 使用一表示石头 使用二表示剪刀 使用三来去代表布 电脑出权怎么办 电脑出权咱们采用随机数 在python当中有个内置模块random 它又有产生随机数 那么我们要产生一个一到三之间的随机数 可以使用random.randomint 一到三 它会产生一个包含一 同时包含三的这样的一个整数 那这个是分析人物的角色 然后程序怎样处理的呢 你是不是得比呀 什么情况下赢 什么情况下评 什么情况下输 最后咱们使用无限循环实践多局对战 那么现在呢 我去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项目案例的效果 结束放用 结束放用之后呢 我把我的代码拿过来了 咱们先来演示一下 这个叫做人机对战的小楼线 我呢 先来去运行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运行结果 然后咱们再往后分析 在这呢 程序运行过程当中 它让我去输入玩家的姓名 玩家的姓名杨树君 然后你现在看一下程序到这不动了 它让我去选择电脑角色 电脑角色有貂蝉 有曹操 有诸葛亮 我选谁啊 我选貂蝉 看下面有我输出了 杨树君 VS貂蝉 现在已经开始了 请出拳 请我出拳 我出石头 我选择一代表石头 那么告诉杨树君出拳石头 貂蝉出拳石头 第一局平局了 你是否要再来一局 Y 再来一局 我出剪刀 哎 貂蝉出剪刀 再来一局 我出布 我出的是布啊 貂蝉出的是石头啊 我赢了 玩了几局 三局 赢一局 再玩 这回我还出石头 哎 我出的石头 他出的剪刀 我又赢了 哎 上来了啊 这个运气上来了 我出剪刀 他出剪刀 平局 再来一局 我出四 我一不小心按了一个刺啊 你看 当我一不小心按四的时候 他告诉我石头 也就是说 你输的如果不是一 不是二 不是三的时候 通通认为都是石头 那我出的是石头 他出的是布 完了 人家赢了 不玩了 打不过就跑 我输N 他告诉我 然后在YF貂蝉 我得了两分 貂蝉得了一分 然后大会全胜 怎么得来到 平局不算 赢局加分 所以呢 这是这样的一个小游戏 这个小游戏 给大家演示完成了 那么我们PPT要求是 绘制程序流程图 这个流程图呢 我给大家绘制完了 我们到这的时候 来看一下 首先开始 开始呢 他使用的是 这种圆角的具体 程序开始之后 然后在这的时候 他要干什么 你看我在这写了三个 你要输出游戏的阶段 你要输入玩家的姓名 你要电脑角色选择 电脑一貂蝉 二条条三度个量 那么当选择一的时候 当选择一的时候 电脑角色调查 那你选择的不是一呢 看一下 选择的不是一 我们再去判断 你选择是不是二 选择是二的时候 电脑角色调调 你选择不是二 那我们再看一下 你选择是不是三 你选择的是三 电脑角色诸葛亮 你选择的不是一 不是二 不是三 他执行的是二 这个操作 那电脑角色就是匿名 你没有在我给定的 取值范围内 那么都叫做匿名 那当用户去输完 电脑角色之后 开始计较 循环对战 那么我哪些是循环的 哪些是操作的 我们来看 在这循环对战的时候 先来看这 首先用户出拳 当用户出拳的时候 判断一下是一不 一 玩家出拳石头 那不是一 我去判断一下 是不是二 是二的时候出拳减逃 不是二的时候 我再去判断一下是不是三 是三的时候 那这块的时候写错了 这个应该是谁啊 这个应该是不 就是我留成图的这块的文字写错了 那我把它改过来 这个是当时复制的 是吧 看下是不是三 是三的时候就是不 那你不是一 不是二 不是三的时候 统统认为都是石头 判断完成之后 这是不是玩家出拳 结束了 输出玩家出拳的结果 然后电脑决策随机出拳 我们还得判断一下 电脑随机出的是一不 是一就石头 电脑随机出拳不是一 咱们看一下是不是二 是二就减刀 然后呢 如果电脑出的不是二 那它就什么 不 也就是说电脑它随机出拳 只能出一二三 不是一不是二 那一定是三 三的时候就是谁啊 不 然后显示电脑出生结果 现在你出完了 电脑出完了 怎么办 判断这局谁赢了 判断这局谁赢了 你看 如果你出的是一 电脑出的一 你出的二 电脑出的二 你出的三 电脑出的三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平局 再说一下 我出石头 你出石头 我出不 你出不 平局 然后如果不是平局 咱们再看一下 谁赢 谁输 什么情况叫赢 你看 玩家出石头 是一 玩家出石头 你想一下 玩家出石头 然后紧接着 这个时候 电脑要出剪刀 是不是就玩家赢 剪刀是数字几二 玩家出一 电脑出二的时候 玩家赢 玩家出剪刀 电脑出布 玩家赢 那玩家出剪刀的时候 二 布的时候是三 所以玩家出二 电脑出三 玩家赢 然后紧接着 那么如果玩家出的是布 电脑出的石头 玩家赢 所以玩家出三 电脑出一的时候 玩家赢 那否则呢 你不是平局 不是赢 那就是 电脑赢你输 然后现在你看一下 玩家出拳 电脑出拳 计算对战结果 一局完成了 一局完成了 他要问你 是否继续对战 如果你输的Y 看到了吗 如果你输的Y 他就跑到这里来 重新的去执行 那这个时候 你输的不是Y 就是N 不玩了 你输的是N 怎么办 退出了 就是输的是N break 退出循环 退出循环 输出双方的得分 刚才我得了两分 电脑得了一分 输出完成之后 再去判断一下 咱俩分数相等不 分数相等 总局平局 我的分数比电脑分数高 我赢 就是玩家赢 那不是平局 我没赢 那不就电脑赢了吗 最后程序结束 这是一个流程图 这个流程图有点长 所以呢 咱们没有在课堂上 去给大家去画 那么课下的时候 大家管老师去要一下 我们这个 枫叶云笔记的链接 然后把这个流程图 好好的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下一个视频 根据这个流程图 咱们去编写代码 再继续 再继续 再继续